基督的宝穴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最晚回敬 是停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使所败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马书三点二十四分负二十六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过胎 递给门徒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密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马太福音二十六 二十六到二十八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过胎 递给他们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又说 这是我密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马可福音十四点二十二分二十四 又拿起饼来 祝谢了 过胎 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设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但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所力的新约 牧家福音二十二 一九到二零 耶稣对他们说 我时时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真是食物 我的血真是饮料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六点五十三分复五十六 我今日要你们证明 我是无辜的 与众人的血无关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地会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使徒行传二十 二十六到二十八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靠他免去神的愤怒 罗马书 罗马书无比九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过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哥林多前书十点十六分 藏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力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理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哥林多前书十一 二十五到二十七 不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助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以福所书一 五到七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以福所书二 十三 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哥罗西书一 十二到十四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有的 无论是有的 都和好了 我说 无论是地上的 是天上的 都凭着他 哥罗西书 书一点二十分 而女记同有血肉肢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肢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西伯来书两点十四分 德兰书九 原来 前约也有敬拜的规条和属世的圣索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同一层账目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纯设柄 这账目称为圣索 第二层腕子之后 有账目 称为至圣索 账目里有金香炉 约柜周围包金 柜里有成往哪的金冠 和亚伦发过牙的账 并两块约板 柜子上有荣耀金路博的衣 遮掩着施恩座 关于施恩座 我们现在不能一一详述 这些物件既这样预备好了 祭司就藏尽头一层账目 供奉神 但第二层账目是大祭司独自进去的 一年一次 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犯献上 圣明借此表明 当第一层账目还存留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墓还未显明 第一层账目是现今的表象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始办 这事的人就良心而言得以完全 直到改革的时候 他们只吃喝 定各样的喜酌 以及锁定的属肉体的规条 帝都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账目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颅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冬牛的血 并母牛毒的灰 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资献给神 他的血起不更能洗尽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为此 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熟的人 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犯 便将蒙照之人得着 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因为凡有一命 必须等到一命的人死了 才有效力 因为人死了 一命才有效力 若一命的人还活着 一命就没有效力 所以 前约不是不用血力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 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 就拿猪红色融合牛西草 把牛毒和山羊的血和水 洒在书上 又洒在众百姓身上 说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不把血洒在照目和一切供值的器皿上 按着律法 伐木差不多都是用血捷径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按着天上样式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捷径 但天上的本物当用比这些更美的祭物捷径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屡次将自己献上 像大祭司每年带着别人的血进入圣所一样 因为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 必须屡次受苦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并且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但不能除罪 西伯来书十比四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西伯来书十点十九根 我们想 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又献万施恩的圣灵 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重呢 西伯来书十点二十九分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西伯来书十二点二十四分 大祭司把牲畜的血带入圣所作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却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教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西伯来书十三 一一到一二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平永约之学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西伯来书十三二零到二一 赵父神的仙剑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学所洒 愿恩惠 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彼得前书一比二 知道你们的熟 脱去你们祖宗 所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夸扬之血 彼得前书一 一八到一九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约翰一书一比七 这借着水和血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不但借着水 也是借着水和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 就是父 道 圣灵 这三样也归于一 在地上做见证的也有三 就是圣灵 神与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这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约翰一书五 六到九 并纳诚实做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的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他父神的君王和祭司 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启示录一五到六 唱着一首新歌 说 你佩德拿书卷 佩德揭开七亿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把我们赎了出来 归给上帝 启示入无比酒 我对他说 先生 你知道 他对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启示入七点十四分 他们胜过那恶者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信念 启示入十二点十一分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 征战 拽换着工艺 他的眼睛如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身穿见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启示入十九 十一到十四 我们坚定地注视基督的血 看看他的血在上帝眼中是多么宝贵 这血为我们的救赎而流 为全世界获得了悔改的恩典 哥林多前书四 五 他们还给了他一个记号 他应该在房子外面挂一条珠红色的绳子 这样 通过我们主的血 所有相信和希望上帝的人都将得到救赎 亲爱的 你们看 这个女人不仅有信仰 而且还有预言 哥林多前书六 十 让我们崇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血为我们而流 哥林多前书一名 六 通过慈善 主将我们与他联合 而出于对我们的爱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 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血 他的肉换我们的肉 他的灵魂 为我们的灵魂 哥林多前书二一 七 为此 我们的主将他的身体交给毁灭 以便通过赦免我们的罪孽 及通过洒下他的血 我们可以成圣 因为圣经上这样说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的血我们得医治 他像高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所以他不开口 巴拿巴书信四比一 三 我们既是上帝的追随者 又靠基督的血激励自己 就完全完成了你们本来做的工作 一格内修斯 以普所书一比三 一格内修斯 又名西奥普鲁斯 写信给亚西亚特拉勒斯的圣教会 为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所爱 蒙上帝拣选配得上帝的人 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 以及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的苦难 得着平安 并且盼望他复活 我也向这复活表示敬意 继续保持使徒的身份 祝愿他们充满欢乐和幸福 一格内修斯至以普所书一比一 所以你们要穿上温柔 在信上更新自己 信就是主的身体 在爱上更新自己 爱就是耶稣基督的血 一格内修斯至特拉利安 人书信二比七 我渴望上帝的面包 及耶稣基督的肉 大魏的后裔 我渴望的饮料是他的血 及不朽的爱 一格内修斯至罗马 人书信三比五 一格内修斯 也称为西奥普鲁斯 致富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该教会位于亚洲的费城 他获得了怜悯 被固定在上帝的和谐中 并永远为我们主的苦难而欢欣鼓舞 并通过他的复活在一切怜悯中得到满足 我也在耶稣基督的血中向他们致敬 这是我们永恒和纯洁的喜悦 特别是如果他们与主教 与他在一起的长老以及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认命的执事 团结一致 他已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他的圣灵的帮助下坚定的安顿下来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肉体 一杯他的血 一个祭坛 一个内修私至被成人的书信一 一 十一 我发现你们坚定不移的信仰 仿佛你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被钉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你们因基督的血而坚定了爱 你们完全相信那些与我们的主有关的事情 一格内修私至是每拿人书信一比三 任何人都不要欺骗自己 无论是天上的事物 还是荣耀的天使 以及王子 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的血 他们就会被病罪 一格内修私至是每拿人书信二 十二 我向你们非常可敬的主教和你们可敬的长老团致敬 还有你们的执事 我的同工 以及你们所有人 特别是每个人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在他的肉体和血中 在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受难和复活中 和上帝与你们的合一 一格内修私至是每拿人书信三 二十二 天上地下万物都归于他 一切活物都要敬拜他 他要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上帝要向信他的人追讨他的血 波利卡普至费利比人书信一笔七 但那些不遵守他命令的人 逃避他们的生命 成为生命的敌人 那些不遵守他命令的人 将交出自己的生命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流的血负责 赫尔玛斯第三书十点十三分 他们就彼此商议 要不要去将这些事告诉比拉多 正想着的时候 天又开了 有一个人降下来 进坟墓里去 百夫长和同去的人 看见这些事 就连夜贴下所看守的坟墓 急忙到比拉多那里 将所看见的事述说出来 非常难过 说他真是神的儿子 比拉多回答说 神儿子的血与我无关 是你们定义的 于是众人都上前来 恳求他吩咐百夫长和兵丁 不要将所看见的事说出来 他们说 我们最好在神面前犯下最大的罪 免得落在犹太人手里 被石头打死 于是比拉多吩咐百夫长和兵丁 不要说出来 彼得一十一中的失落福音量后 上帝的话语来到亚当面前 对他说 亚当啊 你流了自己的血 当我成为你后裔的肉身时 我也要流自己的血 亚当啊 你死了 我也要死 你住了祭坛 我也要在地上为你住祭坛 你在上面献上你的血 我也要在地上的祭坛上献上我的血 你用那雪求得宽恕 我也要用我的血赦免罪恶 抹去其中的过犯 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本书二十四 四到五 还有 关于你所寻求的生命之水 今天不会赐给你 而是在各个他之地 我将我的血洒在你的头上的那一天 因为那时我的血将成为你的生命之水 不只是你的 而是你的后裔中所有相信我的 让他们永远安息 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本书四十二 七到八 上帝进一步对亚当说 当我被刺穿 血和水从我的内旁流出 流变我的身体时 这也会发生在地上 这是真正的祭品 它将作为完美的祭品 献在祭坛上 亚当和夏娃第一本书六十九比六